2022年11月22號 印尼展玉縣地震遲源 規模5.6地震 房屋應聲倒塌 民眾在天遙地洞中驚醒 上百人罵難 近萬人無家可歸 生活包 日用品 糧食 飲水 承擋物之急 職工還在發放 兩天後結合印尼國防部及人議會舉辦議診 日本人有不同的行為 但也有抗議性 阿卓的力量 非常好 然後從TN1 自己 然後從住院 醫院 職工動員131人 服務870多位患者 發出782包大米 物資和醫療病劑 協助受災居民 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2003年11月22日 此季歲目祝福 暨愛撒人間 提倡新時代新主張 新素食育運動 吃飯囉 阿祖 不要吃飽 來換吃素食 讓我們身體做個團補 來保持健康 好 不知是給我們人 有關係 在土地面上是我 其實還有這麼多的動物 他們也是這樣有關係 時代新鮮千萬素 新素食運動 新寬五煩惱 素摘疾病少 食物重環保 以理氣質好 新冠疫情 全球吃素人口素增 改變就從餐桌做起 來 抱歉 1999年11月22日 華蓮茨基醫院新年病房 榮獲國家生技 及醫療保健 醫療院所各專科類品質獎 最高榮譽 品質金獎 讓他要減輕他的痛苦而已 他還感受得到 說比家裡還好 他的妻子林美豐 是新年病房第一位大體捐贈者 面對病苦不改豁達 陪伴癌莫患者 化病苦為寬心 結合醫療志工 軟硬體的照護 我們都用我們的心 用我們的眼睛去聽聽看 他到底他訴說的是什麼 品質金獎最終的肯定 來自於癌痹患者 生命教育 1997年11月22號 原住民健康文化研究會成立 40多位來自全台 與原住民醫療教育文化 相關人員 在此次醫學院參與成立大會 服務如果小的 服務地方是我們的種子 原住民十大死因中 又以意外事故 慢性病比例高於台灣其他地區 透過研究深入了解 原住民這個整個 反映在健康問題上 已經不是生物醫學所可以決定的 我們必須從文化背景 社會適應的心理調適 來做一個探討 1999年 其大更設立原住民健康的研究所 以學術入室對原住民關懷與照顧